2010年《非诚勿扰》横空出世 一播出就占据了全国综艺节目收视率的半笔江山 因为节目号称可以解决单身问题 所以成了叔叔阿姨们必看的节目 看到一对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叔叔阿姨们恨不得立刻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去 然而这档节目真的可以解决单身问题吗 作为国内婚恋相亲类节目的鼻祖 《非诚勿扰》可以说是赚足了观众眼球 而台上无论男女嘉宾 个个都非常优质 长相出众 身价不菲 各种公司经理 部门主管 还有什么模特 演员 甚至还有海归富二代 如果这些人设都是真实的 很难想象 这样的人在现实中会没有人追求 偏偏在这档节目的舞台上 全都是这样优质的嘉宾 这一点本来就很让人怀疑了 但依旧有人傻傻地相信了 2014年 23岁的余燕来到了节目舞台 因为她之前做过摔跤运动员 所以整个人圆滚滚的 因为职业原因 在生活中 她很难遇到心仪的另一半 这时候 她看到了非常勿扰 她想得很简单 这档节目会面向全国观众播出 总有人能看到自己的好 所以怀揣着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余燕来了 虽然她的外形条件并不如其他女嘉宾好 但是她性格活泼开朗 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同时也为节目来带了一定的热度和话题 余燕在节目中提出的心动要求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男嘉宾不嫌弃她的身材长相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虽然余燕长得可爱明媚 但是并没有男嘉宾为她留灯 可她却坚信自己总能等来真爱的 她几乎为所有男嘉宾都留了灯 但她足足占了56期都没能等到这样一个男嘉宾 而这时候她给节目带来的流量和热度也逐渐消退 随之而来的变成了对节目的质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节目组找到了一名喜爱余燕的男嘉宾 就在余燕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一位长相帅气的男嘉宾出现了 在节目中 男嘉宾热烈地表现出了对余燕的喜爱 甚至还将余燕的照片印在了精致的礼物袋上 并且拿着礼物对余燕深情表白 说自己从电视上看到了余燕 被她的性格深深吸引 看了这么多期 越了解就越喜欢余燕 终于自己决定鼓起勇气来到舞台上向她表白 甚至说自己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 一番话深情又感人 余燕在一旁听得感动到流泪 余燕顺利被牵走了 看起来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出了节目 余燕正期待甜甜的恋爱时 男嘉宾却向余燕摊牌了 表示自己只是节目组安排的 就是为了牵走她 因为她占了一个女嘉宾的席位 所以安排了这场体面的退场 得知真相的余燕备受打击 甚至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好在身边还有不离不弃的朋友和家人 在大家的开导下 余燕才渐渐走出阴霾 可肉呼呼的身材 还是让余燕因此感到自卑 而和余燕一样 相信在节目上能找到真命天子的人 也不止她一个 这是我见过最精准的评价 一个秃头带领24个骗子忽悠5个大傻子 没错 这是网友对《非诚勿扰》节目的评价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 就是因为这档节目内幕太多 一直都在欺骗观众的感情 将女嘉宾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段视频就是节目导演在女嘉宾上台前 告知女嘉宾要怎么做的一段录像 因为是内部人员拍摄 所以一爆出的时候 就引起了广泛热议 有人表示这就是个综艺 有台本很正常 而且每一期演得那么明显 当个乐子看就行了 难道还有人信这是真的 虽说有部分清醒的网友 但大部分网友也是直到此刻才明白 原来这档节目中的嘉宾和各种互动细节 居然是假的 大家满怀祝福看到的甜蜜互动 也不过是镜头前装装样子而已 当然嘉宾也不全是假的 大家还记得2012年的一起孕妇杀夫案吗 夫妻二人都算是这档节目的受害者 妻子王家原本是一名杂志主编 且家境殷实 从小生活优越 又是名牌学校毕业 长相虽不算惊艳 但也算是比较漂亮 因此她的择偶标准相对就比较高 身边的男性没有能入她眼的 因此便来到了这档相亲节目 即使有不少男嘉宾为她亮灯 但是前几期她并没有遇到心动男嘉宾 这时候高学历才女的标签也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所以节目组再次出手 为王家安排了一个完美符合她要求的男神张天忆 张天忆的故事很是跌宕起伏 是一位白手起家 却与并魔抗争的破产 又东山再起的公司的老板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成熟男性 迅速让年纪相仿且家境相当的王家坠入爱河 可以看到在后台接受采访时 王家一直深情注视着张天忆 只不过 每几天张天忆就以出国出差为由 断了和王家的联系 王家也因为联系不上张天忆而患上了抑郁症 而这时候 一个叫文文的男人闯入了王家的生活 文文也一直在看《非诚勿扰》 之前就被优秀的王家吸引了 只是没有勇气来节目中追求 后来通过王家的社交平台看到他难过 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鼓励安慰他 备受打击的王家渐渐被文文感动 他还曾发文表示自己很幸福 要一直做文文的新娘 两人也顺利结婚 但平方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王家身边同样参加过节目的小姐妹 都嫁得非常好 对比他的老公文文 他就显得很平凡了 慢慢的他的心里也开始发生变化 经常和自己的老公吵架 最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可偏偏这时候 他被查处了怀孕 为了孩子两人只能放弃离婚计划 可王家对丈夫的不满 却因为孕激素的影响被无限放大 终于 在又一次和丈夫吵架后 他举起菜刀 砍向了身边熟睡的丈夫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丈夫已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而他也因此被判了13年 可见这档节目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当然也还有一些女嘉宾是明确知道 自己来节目组就是为了当好演员的 但他却因此被骂了十几年 当年火爆大江南北的《非诚勿扰》 究竟骗了多少人 你们的面前有一载有形的当是面男嘉宾的 你们背后有一载无形的当是我们面你的 不要有心机没演技 那个那么难看的吃相 所有人照然若接 现场700个观众 包括孟非 为什么黄磊一定问一句 某个女嘉宾说 我这样嚼嚼的 你能不能接受黄磊问 如果答案是他接受 你怎么办 看完这段视频我们才发现 原来不仅明星会塌房 真人秀的综艺也是弄虚作假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非诚勿扰》的男女嘉宾 有90%都是节目组请来的演员 最开始是有人爆出在招群演的演员群里 有人招女演员来录制《非诚勿扰》 录一期就是一两千块 而且节目组还包吃住 而他们只需要扮演好节目组给他们设定的女嘉宾身份就可以了 当然了 男嘉宾也同样都是节目组请来的 为了让节目有热度 有话题度 嘉宾们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 最初爆出虚假内幕的时候 很多人还不太相信 直到马诺的一则澄清声明 大家才相信这档节目是真的演出来的 大家还记得宁愿坐在宝马里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吗 这就是出自这档节目的金句 而说出这句话的马诺则成了拜金女的代表 这一期节目中 马诺作为平面模特 娇好的容貌和傲人的身材 让他一出场就成了焦点 同期的男嘉宾中 有一人是归国的富二代 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经常骑单车 马诺街道的台本是要拒绝男嘉宾 所以只好说出自己还是选择在宝马里哭吧 这句话迅速引爆了舆论 无数人骂他是拜金女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并没有在节目中表现出什么 而是留下一句我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匆匆下场 直到后来爆出越来越多的内幕时 他才发布了澄清内容 表示当时自己就是去工作了 他要做的就是拒绝这个男嘉宾 舆论的导向也并不是他刻意为之 这番声明无疑是告诉大家 《非诚勿扰》就是找了一群演员在表演给观众看 随着越来越多内幕曝光 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也逐渐走低 其实只要我们摆正心态 珍惜自己现有的生活 我想无论节目是不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但是我们不会受此影响就对了 感谢观众看